志愿员副秘书长 权势部张部长 以及各位 当委会潘主委 各位列席长官 请问一下 请麻烦找一下这个张部长 张部长请 部长 你好 请问一下 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原先这几天 对于 所谓的劳保局 跟健保局 雇员转任为正式公务员 编制内公务员 的这个情形 刚刚有委员提出了 的这个看法 那请问考试院 最近 从您的次长 吴次长发言以来到现在 立场有没有什么更动 或是改变 没有改变 那没有改变的话 陈院长跟官院长 两位院长已经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 是丢给立法院 让王院长 陈院长 将官院长来处理 还是怎样 我想陈院长 实际上他已经指派 人事新的总长 跟研考会主委 跟我们全区部 我们对这个问题 我们能够研究 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能够 最佳在 对金融雇员的问题 能够做一个什么 妥善的处理 你们自己考试院 或是全区部自身 你们有没有 这个 思量过其他的解套的方式 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 有思考 没有找到解套的方式 只是我们要听听看 行政院的他们的看法 行政院的看法 讲很清楚 这是那个 这个 这个 升等的考试 上面是官院长的这个证数 不是官院长 但是很早期的 是考试院长的 对了 考试院长的 这个证书啊 那为什么考试院 没有办法 找到相关的解套的方式 您觉得呢 因为从80 所以对于一个法令的认知 两院之间有所不同 因为87年以后 实际上整个考试院 对金融雇员的证书 我们的认知 就做了一个很大 政策上的改变 再加上92年 最后行政法院 他有判例 有判例在那边 有判例在前面 所以从这段时间 从来没有一个 金融雇员 转为常任文官的 中的案例在 就是在98年 在健保局 在改制的时候 当时也没有同意 当时也没有同意 对嘛 那陈院长是学法律的 那相关的法律 怎么会差这么多 然后陈院长最后讲说 那干脆再办一次考试 让他们 有这种回事吗 我想 可以这样子吗 不用 我跟华文报告 实际上 当这个问题 现在目前就造成媒体上的 这么一个报寨 实际上也不是我们愿意乐见的 当然 所以我们当希望 就是说 我们新制院跟我们考试院 我们再做下来 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 这个问题怎么要做 这个最妥事的解决 是 可是您也说过了 相关考试院的同仁 已经 也就是说 能够让他们合法 或者能够让他们转任 任何事 任何方式 任何可能性 都思量过了 你们自己都找过了 然后难道他们比你们 比你们聪明 比你们高明 然后对于相关人士 任何法规 还比你们清楚 我想就是说 基本上可能还没有 其他途径 是 对这个问题 能够有所突破 谢谢 会不会变成两个院 或三个院之间 这样搓汤圆搓一搓 就 事情就没事了 不会吧 院跟院之间 不能搓汤圆的 不能搓汤圆 是 不能搓汤圆 只有选举的时候 才要搓汤圆 是吧 是 只有选举的时候 才能瞧事情 我这么说吧 其实 这个问题 是国家的人事制度的问题 希望说 我们能够严肃 这个法制 不能因为 选举的压力 或是怎么样 或是甚至于 这个 人家有人说 甚至有人考量过 这个 官员长 说不定是下一任的 行政院长 日本人选 可能就变成 这任行政院长 跟可能的 下一任行政院长 之间的一个角力 那就不好了 做政治解读是不好的 所以 怎么样做政治解读是不好的 那所以怎么办 所以我们自己 严肃我们自己的立场 坚定我们自己的 如果我们自己的 这个理由是 是很清楚 很通测的话 好不好 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牵扯到两院之间的事情 当然是年金制度的调整 请问您 金建会 之前有一个 年金制度改革小组 已经马总统2008年上任之后 就成立了 那这几年来 有跟金建会 这个人事 年金制度改革小组 有过 他们有向全职部提过任何建议吗 最近一段时间 没有开过会 后来 往前推了 往前推 后来有没有 之前有开过会 以前是蔡勋雄 蔡竹 在主任为在在的时候 对 蔡勋雄在我做 我记得是有 蔡勋雄的时候 蔡勋雄的时候 以后 刘如 和英齐明来的票 那英主任 我们先 最重要 我们年龄制度要通办监导 那时候 金建会又重新 遭邀请我们 有关机关 大家来会上 所以说 坦白讲 过去 这个小组 对全职部 没有提过什么样具体 而有效的 这个建议吧 有啊 有啊 实际上 金建会的 也是 他实际上 他的主管 主管是处处长 还是我的 年龄制度里面的 我们的委员 是 呃 这么说吧 这个 这段时间以来 呃 总统有针对 因为这个 尤其公务员的部分 啊 军教 当然是归行政院 是吧 呃 军教是归行政院 公务员是归考试院 是吧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呃 整个 劳工军教 四大改革 好 四大年纪就都要改革 至少在公务员这部分 考试院 跟行政院 总统有做什么样的指示吗 没有 也没有 好 我想他完全 就像 是充分 是完全授权 还是这个 这个全程参与 或者是 定期跟总统报告就可以了 实际上我们跟总统做了几次报告 是 总统对于我 我们的 就是改革的方向 总统都有 是肯定的 很多都非常了解的 嗯 说在 以我 我这一部分来讲 军公教 是 当我们是负责公务人员 是 那公务人员 当我们提出我们的改革方案 如果以后方案 确定以后 实际教育人员部分 嗯 他会有若干的 有关各种规定是比照 会比照我们 对 公务人员 那军方是比较特殊 那军方实际上 现在目前行政院 也要求军方 他做个整体的研讨 对 但是 因为这个改革分属不同的 分属考试员跟行政院 那中间大家互相会比较 就是说 比较的意思是说 总不能这个改革的幅度 跟改革的方向 跟改革的程度 或者甚至于将来改革后 的这个整个新的面貌 差距太远 对 那这部分你们怎么做的 实际上 黄远甲是非常对啊 实际上 当然在全球部立场 是 实际上我们是很快的 就提出有关公务人员的 改革的一个 一个大的方向 是 当然从我们提出 公务人员改革的方向的同时 我们也跟 行政院协商 是 我们也就是希望 行政院对于有关 教育人员和军事人员 要跟你做同步的改革 不然的话到时候 光公务人员改 教育人员和军事人员不改 对对对对 但是你们怎么样互相 譬如说两院间 能够互相协调这个步伐 我们在军事人员下 我们在军事人员 实际上 一般的教育人员和军事人员 大致我们的看法都是一致 我们大致我们都看法一致 比如说 这三大阵眼 对 我们所谓的尊厌的降低 起质年龄 与起质年龄降低 不过起质年龄的话 实际上我们要考虑 要支业别 所以说教育人员 我们现在目前准备 从85再延长到90 就等于是起制月头 年龄是从60岁开始 那教育人员的话 一般来讲国中校老师 他可以有不同的 不同的一个起制年龄 那军人他情况更是特殊 所以有些部分 甚至军人内部战斗兵科跟非战斗兵科 其实也不一定一样 对啊 所以像这些部分 实际上我们这三个大会在协杀的时候 这些可以保有弹性的 那么至于有些 比如说有个共同性的思想 我想我们大家处理方式应该是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行政院预定在这个月底 要提出这个方案 那考试院也一样咯 当然我们同时提了 一定报告在里面 OK 好 谢谢部长 谢谢